听,这是NBA29队球员下巴筋落在地的声音,他们听说全民型中锋德马库斯考辛斯以一年530万的合同加入勇士了,一个电子游戏里才会出现的操作,如今勇士。 只要保持健康,就能在他们的首发阵容里全部摆上全民心了,而薪水比尼克斯给马里奥还佐尼亚的还低,那么考辛斯要怎样和勇士磨合呢?他的加入会如何提高勇士5年内4冠、3连冠的机会呢?勇士如何得到考辛斯? 首先我们回答这个问题,一切是如何发生的?上周我解释过了,今年的休赛期市场非常萎缩,使得自由球员尤其是中锋们的低价签约变成可能。 由于这样的原因,考辛斯的市场非常一般,独行侠是有薪资空间的球队里最需要中锋的,但他们很快就搞定了德安德鲁乔丹。 胡人以他们送出去的那些一年合同们来看,很明显更加注重补强外线,而内线直抵新收入了勇士中锋贾维尔麦基,而考辛斯自己的原队提胡,在胡人放弃完德尔之后马上跟进,以一个更便宜更年轻的选择替代了自己。 而剩下的有薪金空间的球队,不是在重建老鹰和公牛,就是不需要中锋76人,或者无以再相逢国王。 这就使得考辛斯要想得到年薪超过860万的合同,就只可能寻求千千后患。 所以,除非有我们意料之外的球队出手,那么考辛斯不需要牺牲太多薪水,就以稍小一些的奢侈税,中产加入勇士不是意外。 在这种程度之下,加入未免冠军比失去少许薪水,很可能要更加值得。 考辛斯一年之后就能重返自由市场,有希望获得更好的市场,因为会有更多球队有心筋空间,他也已经完全走出伤病。 勇士对考辛斯又何期待?考辛斯的跟建伤势,会让人们的期望稍低。 我之前就说过,受基建断裂商与归来的球员,平均下赛季表现下滑8%,显然,考辛斯哪怕下降很多,仍然是一个精英级别的球员。 在考辛斯签约之前,即便考虑到伤病的下滑之后,我还是预计他的价值比普通轮换级别的球员要多出8.6场胜利。 这比去年勇士所有中锋加起来的7.4还要高,而勇士下赛季仍然有替补中锋乔丹贝尔,或者任何他们会签下的中锋能做出贡献。 这个预测并没有考虑到下赛季考辛斯会较晚复出。 据ESPN报道,考辛斯希望能在12月到1月之间复出,考辛斯在2018年的1月26日遭遇伤病。 这个恢复时间可以说是保守的。 上赛季我们还看到鲁迪盖伊在2017年1月18日受到同样的伤病,训练营制时就已回归赛场。 而如果说有球队能安心等待考辛斯慢慢养伤,那也只有勇士。 他们更在乎在季后赛找到巅峰状态,而不是在常规赛刷胜场。 考辛斯的加入可能会迫使勇士在中锋位置再多添一人保持厚度。 而勇士显然不介意这笔投资,考辛斯如何,与勇士磨合。 考辛斯加入勇士之后,他和他的勇士队友们都需要做出调整。 过去五个赛季,考辛斯都至少占用了球队30%的球权。 上赛季在提湖这个数字是32%,作为对比。 上赛季勇士只有一个中锋上场时,占用了球权超过20%的球权。 大卫维斯特,22%,之前的首发中锋麦基19%和渣渣帕楚里亚17%都要低很多。 所以当考辛斯恢复健康之后,首发阵容的球权必须有人牺牲。 理想话来说牺牲的会是考辛斯,他的得分效率相比他的全明星队友们很低。 考辛斯也需要适应快速在进攻端持球做出决定。 以前,他可以长期持球观察防守,然后再做出投篮,传球或突破的选择。 在勇士的进攻中这是不被允许的,因为这会导致防守机中,考辛斯上赛季每次出球,持球时间达到2.6秒。 这比勇士之前的中锋都高出很多。 贝尔在这些人里面有最高的刺军持球时间,只是1.7秒。 考辛斯的持球时间甚至也比德雷蒙德格林的2.2秒高出不少。 而在防守端,考辛斯并不是勇士大量换防策略理想的中锋。 2017-18赛季,考辛斯只有46次挡拆后的换防,只占他防守过的挡拆回合的2.7%, 而连勇士之前速度最慢的中锋帕楚里亚,他上赛季的挡拆换防的比例,也有13%, 所以史蒂夫科尔需要在一些他想要换防的时候,避免让考辛斯,换。 我想说,这比签约对勇士来说有一定的风险,考辛斯和以前队友的关系很复杂, 而和教练的关系就更难说了,如果他不愿或者不能调整他的比赛, 那他对勇士带来的伤害,可能还会高出帮助。 不过那样的话,勇士仍然可以寻求交易考辛斯,对他们损失也不会大。 虽说现在满世界都在说勇士毁了NBA,好消息是这场合作,基本可以确定只有一年。 2019-20赛季,勇士只能利用飞鸟拳,给考辛斯,提供640万的薪水,只要他打得好的话,自由市场,会有比这高出许多的报价。 即便如此,人们的批评不无道理,考辛斯加入勇士,而特雷沃·阿里扎离开火箭, 这使勇士和NBA其他球队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,一决望Max。